年輪蛋糕 草莓的也是第一名 這看起來好像很甜 好浮誇喔 好大顆 湯布院的喔 好像是喔 造型好美喔 聽說他們這水果派也是必吃 哇 吃不下 這看起來超好吃的 這個也是 它這一款是人氣第一喔 人氣第一 大家好 今天是九週九天八夜的最後一天 今天我們就要在福岡市區走走逛逛 吃兩家老字號的吃茶店 再帶大家去看看福岡機場的國內線和國際線 現在我們就先去吃早餐啦 去吧 現在我們要先去買地鐵日券 因為我們是臨時加行程的 那因為我們剛剛算了一下 我們今天至少要做大概四到五趟 那只要做超過三趟 就是第四趟你就回本 那如果你已經有先規劃好的行程 你也可以在KA Day上面購買 那在機場兌換 影片底下資訊欄就有連結 可以讓你直接點 那這邊呢 秀出去在機場兌換的時候 在哪裡兌換 那我們現在去買地鐵日券 然後你就可以拿到地鐵日券 那補充一下 旁邊這個是人數 你可以一次買很多個人 然後現在呢 地鐵其實也可以直接刷信用卡 直接感應就可以了 也不一定要用西瓜卡 我們原本第一站要去吃早餐 那間咖啡廳呢 它其實蠻早就開了 9點 以日本來說算是蠻早的 但礙於我們起個更早 所以呢 我們就先跑來這裡 拍第一天我沒有拍到的 紅磚文化館 不過它內部也是9點開 那我們現在就先來拍攤的外觀 我覺得它很漂亮很復古 它呢 其實是1909年完工的 是以紅磚和花崗岩打造而成 449世紀末的英式建築 跟台灣的中東服的建築師是同一位 所以我覺得長很像耶 很像 那我一直想來看 因為我覺得有跟台灣一點點的關聯 所以是想要來看一下它的樣子 那裡面其實它就是展示著 胡岡的文學資料 那裡面是免費入場 一樓是咖啡廳 二樓是展示場 就帶大家來看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你可以走進去看看 也不錯 它離天神地下街滿近的 可以放在一起啦 來看看 我們在回去吃早餐的路上 經過一間神社 它長得很美耶 它也是祭祀間園道正的 跟泰宅福天滿宮那位主要祭祀的神一樣 投學業的 然後它門口的靜心的地方啊 很多繡球花很美 對 它裡面其實種植了滿多繡球花 我在猜應該在等它茂密一點會更漂亮 但是它現在看起來也很美 它其實藏在都市裡面 但是它裡面是滿親友的 有來這裡可以路過進來看看 現在我60年歷史能吃茶墊 它早上9點就一夜 那我們現在高多9點10分吧 今天裡面就快點做滿了 那它除了一般的座位 它還有吧台座位 你說吧台座位的話 可以看到咖啡是在沖好咖啡 雖然他們家的咖啡都是用精品咖啡 所以有些價格不便宜 如果你喜歡喝熟沖咖啡的話 應該可以試試 他們的豆子可以自己選 也可以挑選就是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沖 還蠻特別的 它的裡面環境其實非常的復古 充滿就是昭和時代的那種氛圍 遊歷到外都是 但是看起來不會就就髒髒的 它就是有復古的高級感 那它這一家不管是在Google 還是日本的美食網站 它都是有很高的評價 要注意的是它是在地下二樓 你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他們必點的就是咖啡 熱壓吐司還有提拉米蘇 那我們就先等餐點 它的熱壓吐司其實有兩份 它壓的表層非常的酥脆 有很認真在壓 因為這種東西如果不脆的話是不好吃的 那裡面看起來很像是火腿 好暗我看不到 才有起司 它麵包有挑過奶香超級美 加上脆脆便便啊 真的不錯 不過吃起來會有點偏乾 所以你要搭配他們的飲料 搭配它的咖啡拿鐵 它牛奶是用佐賀的牛奶 還不錯喝 但是敢喝手蔥就喝手蔥啦 我是因為不能喝手蔥 它這個熱壓吐司有兩種口味 一個是火腿起司 一個是蛋沙拉 那火腿起司呢 它有比較鮮明的胡椒香 吃得到胡椒顆粒 我喜歡那個口味 那蛋沙拉也不錯 它吃得到很明顯的蛋白塊狀 那他們的馬鈴薯呢 有人非常的喜歡 說馬鈴薯比三明治還好吃 我想說是牛奶多好吃 一入口吃得很驚豔 它的馬鈴薯塊呢 也是蠻明顯的 它的沙拉的調味方式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就是很好吃 它提拉米酥分量不是很少 比外面的甜點點還大顆 我剛好偷吃一點 它那個上面的甜點粉 蠻濃的 很濃 好吃 這個也可以點 它有咖啡的苦香 還有濃濃的蛋奶香 結合在一起真的還蠻好吃的 在結帳的時候發現 它有在賣那個生培的咖啡豆 所以我們就買了一包 有沒有想說咖啡豆還有很多不要買 但是這家太厲害了 所以就買了一個 但是我們剛剛因為喝的那個東西 我覺得它牛奶加的比較多 所以咖啡味我覺得比較淡 再加上它有加冰塊 所以咖啡味就整個淡了下來 所以我們回家就少加一點牛奶 那我們現在就去大豪公園 好 現在我們來到大豪公園 大豪公園它有差不多一百年歷史 它是圍著兩公里大的湖建造的 很多人都會在這裡散步、跑步 帶小朋友或帶狗狗來玩 這裡還可以踩天鵝船 價格好像不是很便宜 不過它的湖蠻大的 踩起來會特別的舒服 因為有人說它要飆鵝 對 你不是說你要用飆鵝船嗎 它這天鵝船是有限時的 對 30分鐘1220日幣 然後如果你超過時間的話就要加錢 那它旁邊其實就有那個 福岡城遺址跟福岡美術館 都可以納入這個行程裡面一起跑 那我們先走走光光 現在我們來到大豪公園的日本庭園 這座日本庭園是為了紀念公園開園50周年所建造的 主要是為了保留日本的文化 讓遊客更貼近日本庭園的傳統美學 裡面的造景非常的漂亮 如果你穿和服的話在裡面拍照是超級美的 滿漂亮的 才多少250塊日幣 滿便宜的 你可以在裡面悠悠閒閒的晃一下 然後看一下這些綠葉 保護眼睛 顏固牙齒 我覺得比大豪公園還漂亮 對 所以你不用去大豪公園來這就對了 應該是說你如果你有去這裡 我覺得這裡是滿推薦的 接下來我們來到福岡美術館 福岡美術館門口有一顆黃色的南瓜 那南瓜的話你可能會找不太到 你要搜尋美術館它比較大 就會看到有南瓜兩個字你就倒那裡 不然你可能會繞很大一圈 福岡美術館好像滿漂亮 滿便宜的 我們剛剛沒有就是看 但是我們在裡面消費了 只是路過 然後就消費了 消費了2萬多塊日幣 藝術品滿漂亮的 那如果你是喜歡草鑑密森的話 裡面也可以買到部分的一些商品 大豪公園這邊 我覺得你可以花一個 上午在這裡悠閒的逛逛走走 或者是喝喝咖啡 這裡的景都還滿不錯的 很悠閒 那現在我們就先去喝咖啡 其實怎麼是為了這家咖啡 地外大豪公園的 真的假的 地外海底牙 這一家有40年歷史的咖啡 裡面看著賣一樣吃的就是水果棒蛋糕 現在期間簽訂的咖啡活動 其他都是熟蔥咖啡還有飲料 他們的熟蔥咖啡聽說很厲害 它的棒蛋糕裡面有滿滿的果肉 那這些果乾啊 它都有用酒醃漬過 所以都有淡淡的酒香 蛋糕體的話是滿紮實的 搭配這個果乾啊 會讓蛋糕吃起來層次比較鮮明 最大人口味的那個水果棒蛋糕 這個咖啡丼上面有不少的鮮奶油 它的咖啡丼感覺比較軟Q 很冷晃 入口雞花 咖啡的香氣超厚 超厚的 我沒有吃過這種咖啡果凍的 真的很好吃耶 它有點像個布丁的那種感覺 這間店啊其實我剛有講就是店主已經過世了 因為裡面我講話很小聲所以已經聽不到 現在是由他的老婆跟徒弟 把店主對咖啡的愛給傳承下去 而且我還發現老奶奶的後面還有他老公的照片在那 我剛也看到想說放那裡是去世了嗎 是 去世了 好感動 怎麼辦 這邊兩個好有愛 那如果我死掉的話 你拍片你會覺得我的影像出嗎 不會 來 你有什麼話想說 它是12點開 那我們差不多12點出的時候抵達 其實裡面就已經快滿了 那現在我們吃完是幾點 1點 下面就是全部坐滿的人在後衛 它裡面有一本雜誌 就是什麼福岡的吃茶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翻一下 因為裡面都是你Google上查不到的資訊 都是很在地的那種福岡吃茶文化 那本書很值得你翻閱 對 或者是你可以看我們以後來福岡的吃茶旅行 這樣是不知道什麼時候來 那怎麼辦 走吧 走乾爹 現在我們已經上來二樓了 那福岡機場國內線的二樓呢 主要集結了九州各地的伴手禮 有很多在國際機場看不到的 那如果你是想要買比較在地啊 比較特別的伴手禮就是往國內線的二樓 你也不用擔心你回不去 因為這裡的借駁其實是滿方便的 然後也不會讓你找不到路 現在我們就先來吃個午餐 我也想吃這個豬排 飯量看起來好多好大好像很好吃 我點了這個有咖哩的四圓豚金星佐賀豚 再點一個這個金星佐賀豚 貴一點的這一種 還有蝦子喔 我也不知道這醬好不好吃 反正我就是不想吃拉麵 為什麼 因為吃太多次了嗎 因為都是麵 好好吃喔 皮很薄脆 但是那個麵包粉的那種酥脆感 肉的話是很有彈性阿紮實的 那咖哩醬也很濃 就是甜味的感覺是有用很多蔬菜去熬煮 好吃的這咖哩醬 那飯的話感覺好像還好 會嗎 看起來粒粒分明耶 晶瑩剔透 對啊 粒粒分明 它這個豬排感覺不用煮到全熟 應該是很好的豬肉 先吃原味阿 很嫩欸 超嫩的 難怪比較貴 這肉質不錯 我覺得這個可以來吃 如果你不想吃拉麵這一家粗味 那我們先吃 等一下再來逛逛 喜歡吃豬排可以試這一家好吃 如果你想吃特別一點的餐廳的話 就是要來到三樓 那現在我們就先去二樓 這個是他們的第一名商品 看起來是小蛋糕 這個看起來有點像銅鑼燒 或者是馬卡龍之類的也是小蛋糕 這個是巧克力口味 這個是草莓口味 新發售 這是他們第二名明星商品 看起來很像銅鑼燒耶 料看起來超爆多 不知道是真來加的 這一區就是集結各家的伴手禮儀 這個是必買 但是免稅店好像就有了 這是九州限定的 看起來很好吃 價格在這裡 這個國際線沒有的樣子 我們先買一個小的 阿姨人好好 要給我試吃 怎樣? 好無氣 好喝喔? 這個也到處看得到 這國際線好像有 這看起來好可愛 好像也很好吃 這個我也到處都有看到 他們人好好都給我試吃 這個好吃耶 有點辣辣的 還有各家的明太子 看起來都肥肥的喔 還有這個 可以買回家自己擠在麵包上面吃的 大家在國內先買東西要注意 有肉的東西都不可以帶走 現在看起來有夠肥了 比我還肥 這也是一整個系列的明太子餅乾 還有這種傳統的汽水餅乾 熟不清的草莓甜點 你要買這個餅乾這裡也有賣 還有可愛的熊本熊 太宰府的梅子餅這裡也有喔 梅子餅很好吃 現烤出來的很好吃 這個也是必吃 而且還是有得獎的 但是國際線是免稅 這個福沙屋的蜂蜜蛋糕很好吃 別人說的也是必買 有人跟我一樣嗎 只要看到限定兩個字 就有一點腦剝落什麼都想要買 我們買了這兩款 他們都有讓我們試吃 這裡有一家養蜂園蜂蜜專賣店 冰淇淋加蜂巢 聽說不錯的樣子 我現在對甜食無感 這家三日月屋他們的可頌很有名 是使用天然酵母做的 有超級多種口味 我喜歡的紅茶口味 省區的耶 欸 起碼至少超過10種 價格線上 欸 數量限定喔 它還有試吃喔 人超好的 我剛剛原本只是想進去拍拍照而已 跟大家分享 結果沒想到他們這裡很熱情 都會拿那個試吃出來推銷 結果吃了一口就欲罢不能 完蛋了 我們會這樣一路買到國際線都超重 會 欸 它這可重剛出爐的 酥酥QQ的 而且不會甜喔 因為我們很怕吃太甜的東西 它這個真的是甜度很剛好 好好吃喔 口感很棒 最後買了這三個 嗯 這一間千萬不能買 因為都是雞肉啊 這一家在國內線也有喔 它的口味超多的 還有很可愛的桃子口味 價格封上 這一家是在賣便當的 有很多明太子的便當 這明太子飯糰看起來好好吃喔 這有大魚跟明太子耶 它這裡有那個明太子的法式麵包 裡面有很多那種分量不會太大的小熟食 這在賣湯的高湯 這一間是明太子專賣店 有肥肥的明太子 我記得這個國際線有 這一家要吃他們的明太子鹹派 長這樣一個360 買個試試看好了 它還有鹹派加那個酒的組合 看起來超好吃的 像奶油是用北海道奶油做的 那它上面呢有撒上明太子 中間還有明太子 那整個吃起來呢 還有明太子的辛香 它口味有一點點的微辣 所以吃起來呢不會太膩 那它的塔皮呢非常的酥鬆 加上這個質地綿密的內餡 超好吃的耶 那它這個會太鹹嗎 米太子 不會它不會很鹹 但是它有一點辣 會微微的辣喉嚨這樣子 不過還蠻好吃的啦 這可以試試 這一家戚風蛋糕 就是我們在天神吃的那個 好吃可以試試 它口味很多種 上次賣完的抹茶這裡有賣 後面還有賣這種小飯糰很可愛 250元一個 這一間也是很大間的綜合伴手禮店 超大間 結果我走來這裡 它又請我試吃了 因為這好像是必吃 價格在這裡 小盒的 就是人氣第一 它說我一直在騙吃騙喝 很好吃耶 奶味和草莓味都蠻濃的 而且不會太甜 還有點酸酸的 我現在試吃一輪 我覺得應該就會飽了 他們給你你就直接拿 要買嗎 對啊 我要買啊 所以我才叫你啊 那我已經試吃好了 這家這個 年輪蛋糕 草莓的也是第一名 這看起來好像很甜 好浮誇喔 好大顆 湯布院的喔 好像是喔 造型好美喔 聽說他們這水果派也是必吃 我吃不下 這看起來超好吃的 這個也是 它這一款是人氣第一喔 喜歡吃地瓜的 這有一堆地瓜的甜點 這個好像很好吃耶 長這樣布丁嗎 價格在這裡 它是長這樣看起來很好吃耶 是不是要買一個 它旁邊是賣草莓的 這還有蘋果形狀的 好可愛喔 這蘋果的造型 每一個看起來都很好吃 這有好多地瓜甜點嗎 可以直接現吃的 好大一坨喔 再來還有賣萊姆酒的夾仙餅乾喔 這個袋子好可愛喔 在市區沒有吃到伊都大王的 這裡也有喔 很有名的小雞 但是聽說很甜喔 其實包裝還滿漂亮 很適合送禮 好肥的小雞 它的小雞有這三種口味 這個看起來好好吃喔 這個也是 價格在這裡 價格在這裡 這一家賣很多水果口味的泡芙 也是必買 超級多的啦 都是水果 而且還會有期間限定的口味 這其實蛋糕看起來好猛喔 看起來好好吃 他說當店人氣第一 我目前看到他們的商品 好像只有兩種東西 這裡有很多小雞形狀的餅乾 這看起來好好吃喔 你的甜點超級多 我用看的都看飽了 吃肉沒有 啊沒有 我還在看 每個都看起來好好吃喔 你這便吃便喝加乎 嗯 這個看起來很厲害耶 新登場 結果我們買一盒這個 價格在這裡 使用大分線產的雞卵 這一區我差不多算是逛完了 裡面的甜點非常的多 多到你會不知道怎麼買 每一個都很想要 那如果你在裡面逛一圈 每一個試吃都吃一口的話 你也會飽喔 我跟你講 日本人他們都很勇敢的在試吃 你會吃到整個 我也吃到逆流吧 對 所以我要趕快出來 我靠近的時候都不敢看電源 因為我不想試吃 我只想拍照 他直接拿去塞一個音樂 對 好像沒一擠 而且拿去找他也不會怎樣 對啊 不過他們人真的很好耶 他就是 他就是勇於讓你體驗 但大家就是真的想要試再試 不要故意趁吃趁喝 嗯 像你一樣 我明明就 你是被硬塞的嗎 然後就買了 對 我只要被塞了我就買 尤其是這樣 是他們行銷策略 好喔 就騙我這種人 對 這裡有好多熊貓喔 還有熊本熊欸 熊本熊跟熊貓 這熊貓還有這樣聯名喔 好可愛喔 這裡有超多種拉麵的 都是波多拉麵 波多限定 我猜國際線應該有 好大片的小雞 我猜這個也是必買 它是明太子口味的鮮貝 我在市區也有看到 價格 而且包裝很可愛 這裡是在賣很多日本小物 你看 可愛吧 這文件夾怎麼有點可愛 這好像賣這種貼紙欸 可以貼在文件夾上面 這裡還有賣草莓果凍 福岡縣產的草莓 草莓空在這裡應該會吃到發瘋吧 因為超多草莓甜點 我們要去四樓的途中來到三樓 三樓這裡還有書店 為什麼這一間看起來 好像是在賣什麼文具生活小物 好像很好買的樣子 你要這個嗎 好酷喔 還有這種鑰匙圈 而且是空港限定 這是你媽最愛的V胖 看到這個 這個也太酷了吧 你看它還有跟這個聯名欸 它的屁股就跟我枕邊人一樣 那怎麼辦 這是他們祭典的服裝 它還有賣各種的收納小袋子 這是嚕嚕蜜有點可愛 有人有興趣嗎 一隻一萬一 然後這博多人形 好可愛喔 這T恤好有造型感 這個本本也不錯欸 這本本好漂亮喔 這裡還有賣那個行李收納的大顏色很漂亮 長這樣 顏色滿有質感的 他們家的商品 還有鞋類包款 這裡有些滿好看的 這個看起來很耐裝 現在上來四樓了 這個展望台一望無際很空曠欸 而且還有飛機造型的休息椅 誰在撞我 可以看到很清楚的飛機 還有飛過去的飛機 欸這裡景色其實不錯欸 難怪會有啤酒喝到飽的餐廳 這裡有酒馬龍 這裡是賣菸的 這邊是各大保養品 這邊是機場的伴手禮店 國內線也有 所以來國際線買就可以了 才可以免稅 這些也都是必買欸 留著在國際線買就好了 還有這個 價格 這個國際線也有 所以不要在國內線買 聽說很好吃 而且還有最終餅 和巧克力口味 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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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的話有賣明太子 價格 這個是可以帶回台灣的數量限定 這個國際線也有 不要在國內線買 這個貓舌頭餅乾 口味超多的欸 什麼口味都有 天氣第一名是這個 白海道的伴手禮這裡也吃得到 這個蝦餅好吃 每個機場的免稅店都有這一家 很多選擇 他們的生巧克力 這個也有欸 而且有很多口味 季節限定 Only Japan草莓的 這個也是必買 有很多白色戀人 有這些品牌 人超多的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就在國際線排隊買 這裡有賣麻魚飯 還有白色戀人的冰 還有一間很大間的Seven 生意超好 還有一家星巴克 它這有這個各地的 我們這一次買的是福岡跟日本的 然後上次買了一個京都的 這邊有餐廳 欸 它這種是地瓜口味的喔 這大概就是只有福岡才有 有興趣就在這裡買 從這邊走也有伴手禮店 人就比較少了 就是往這個方向的門走過來 就是這些 這邊是一整區的明太子 明太子 明太子 我要賣一盒這個 這裡也有福沙烏耶 門司港雷 這有一欄拉麵 大家應該吃你的吧 這有泰宰福的這個 還有這是什麼 貓咪三兄弟嗎 明太子口味的卡樂比 價格在這裡 這好像也很好吃 也有賣這個喔 1400 長這樣 聽說這個也很好吃 這是抹茶皮草莓谷 價格在這裡 這造型好可愛喔 為什麼寫韓文 它這個祭碟限定 經典海鹽 各種口味 No.1是海鹽 巴娜娜有各種造型 旁邊是賣一些山西 這裡還有賣牛奶糖耶 而且還有蠟筆小新 跟熊本熊的聯名 熊本熊的袋子真可愛 還有熊本熊的錢包耶 這裡還有一些美妝品牌 這一些牌子 這裡有賣這個很貴的 臉部按摩米 這貼紙好可愛喔 400塊 這裡有一間藥妝 這是你最後的機會喔 這個好可愛喔 給大家看一下價格 看到一個神奇的東西 這是敷了 是公主的臉嗎 它的臉不是公主的臉 差一點被騙 它這裡還有其他聯名商品 這邊再繼續往前走 還有餐廳 現在我們來到貴賓室 那貴賓室呢 就是除了ANA的合作夥伴以外呢 Karget Pass也可以進來吃 那它裡面呢就是有蔬菜 然後有肉球還有麵 最主要的吃呢它還有酒 我覺得還不錯 它有Sake 有紅酒有白酒又冰的 它有飲料還有咖啡 那現在呢 我們就是已經逛完一輪免稅商店了 逛起來覺得 好像在外面買就好了 就是這邊人有點多 然後東西有點少 那我們現在就先休息 然後等一下帶大家去看飛機餐 還有晚上的福岡 這裡還有一家來自東京的抹茶 銅鑼燒耶 長這樣好像很好喝 環境長這樣 看起來很美耶 可以坐在窗邊看飛機體會耶 你以為外面印個什麼晴空塔 我就會買嗎 我不會買 這有吐司抹醬耶 好像很好吃 這是人氣第一名 它還有賣各種泡抹茶的茶具 還有抹茶粉 這已經不知道是不是被掃光了 什麼都沒有 每每從6點50分要登機改成8點10分 也差太遠了 然後雲巷貴賓室出來 然後進不去了 遇到了死了耶 我們發現一個可愛的東西 熊本熊麵膜 它不是詐騙集團 它真的是熊喔 我要去敷 我來看一下會不會變得正熊飛熊 要可愛 結果剛剛在國內先買的這個 國際線也有 所以有各種目很可愛 這個國際線也有 這個國際線也有 這個鐵盒餅乾好可愛喔 千元 這間酒要錢 這個也要錢 這個不用錢 食物要錢 這些飲料不用錢 所以番茄汁牛奶 冰咖啡不用錢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